西美市三峡一间探考店昨天深夜 两派人马因为十万元债务纠纷相约谈判 结果谈判破局爆发了严重肢体冲乎 有人拿出刀屑跟棍棒打到了店外 还有人对空开了三枪 吓坏所有人 蓝色外套的债主起身到门口 现在的张姓豪友却突然呛下 两人发生推挤 债主的好友也加入战局 瞬间变成三打一 有人拿刀 有人拿棍棒 深夜的探考店内两方人马相约谈判 却打得不可开招 吵杂声引起了围观 但连续三声枪响 把大家吓得惊慌逃窜 警方火速到场 但是开箱的嫌犯早一步逃离 而混乱中停在店外的宾示车也被砸毁 事后一查竟然是乔载起纠纷 爆发了冲突 就好像是这样 可是比较大声一点 事发在新北市三侠一间探考店 3号晚间11点多 欠债的张姓男子 跟有天道蒙背景的黄姓债主相约乔债 双方各自撂人到场 不料谈判破例变成大乱斗 债主不满张姓男子太嚣张 一伙人持刀棍攻击 在外逃的张姓男子好友听闻 拿出了预藏枪支 在门口对空连开三枪反击 随后趁续逃逸 新本分局出动快打警力 立即逮捕甲方无人 身上先说 身上先说 枪手跟欠债的张姓男子 逃逸不到12小时就落网 枪支有没有杀伤力还要送鉴定 虽然整起事件没有人受伤 但是暗夜枪响也让附近居民 爆受虚惊 记者身上杨文豪胡卫伦 新北市报道